DSE 開考啦! 星期二有超過6萬8千名考生 認考中文科卷一閱讀和卷二寫作考試 中文科被指是死亡之卷 今年卷一閱讀就有一篇文言文和一篇白話文 交去年少了一篇 文言文是以清代散民家魏禧的吳老記出題 文章記載作者親弟、舉債觸怒和四出周遊的事跡 突出底底的冒險精神 至於白話文就是當代台灣文學家林清源的紅心番薯 作者謝父親對紅心番薯的獨特中愛 技術父親在二戰日本侵華和難時的童年往事 其實前面那篇因為太長了 所以後面文言文的時間其實是不夠時間做的 文言文那邊難了 我覺得 是否因為語譯那裡太少還是字太深 我覺得就是後來看到後來有點亂 關係會亂 有中文科老師說 兩篇文章都曾經在內地高考出現 那是否代表香港試題內地化呢 如果你單純問我一個學術的議題去討論 究竟你應該要用內地的文章的話 其實我覺得好的文章就要用 我想不需要太過歸邊 太過去深化了政治的色彩 因為始終語文的學習 文言文是誰 至於卷義寫作三條工選擇的題目 包括熱鬧過後我卻感到失落 我在什麼什麼之中找到快樂 和傳統往往是創新的包袱 比上年可以寫的範疇少了一點 即發揮的空間是小了一點 其實呢 TSA是經常都有這些題目的題型出現的 就是我給你一個間線 叫你自己填這個場景下去 接著就作文了 經常都有這個題目出現 所以校生都不會陌生 還有這個彈性和自由度很高 所以他們編題、離題的機會都會小了 他又說由於今年題目較淺 預計合格率可以提升 但要考五星星就更難了